我希望观光客来澎湖看我跳钢管屋 我跳舞啊 掌声 钢管观光傻傻分不清 来台湾居住11年 努力学中文的俄罗斯籍女性安妮 在俄乌战争爆发第33天 首都露面 透露心声 让大家都会难过 因为我就是两边的国家都有朋友都有家人 所以我也很关心他们 今天都跟他们联络 也很谢谢大家的支持 因为我觉得现在俄罗斯人也受到很多的就是会被骂 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在台湾 信息着亲朋好友每天都热线联络 其实安妮是俄乌混血 爸爸是乌克兰人 妈妈是俄罗斯人 随着战争爆发 身份受到关注 不过先前与乌克兰籍网红加纳上节目时 安妮却说俄罗斯女生有钱比较时尚 而乌克兰则有点像俄罗斯的乡下 这番说法也让安妮一戏之间成为众矢之地 网路慢慢生不断 因为我就觉得那些人可能比较不了解状况吧 他们这样说 他们可能也不是那个意思吧 但是支持我的人还是很多 战争开打当天马上就联络两地朋友 看看是否需要协助 而提到总统普清开战行为 他则这么说 除了难过之外 我没有什么想法 因为我比较不太会去关注什么politics 关于政府什么事情啊 当然 但是当然大家都很难过 希望赶快这件事情会结束 然后世界平安 因为大家都辛苦了 真的 回答小心翼翼 就怕触动敏感神经 安妮之期盼世界和平 血难之灾 早日停歇 TVBS新闻 庄岐元周沛与台北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